因為一般人都會懷疑念佛的簡單殊勝 像講到念佛的時候 有人會懷疑啊 啊... 就這麼簡單嗎? 就念佛而已嗎? 所以十方諸佛就出來給我們 證實念佛的真實性跟可靠性 為什麼念佛法門會讓我們懷疑呢? 善導大師就說 因為我們這個念佛法門是不問罪符 不問十節酒禁的 有些人可能認為說我罪業深重 阿彌陀佛可能不要我了 或者認為說自己修的福不夠 做的好事不夠多 阿彌陀佛會不理我 但是事實上 彌陀化聲稱善導大師就說 阿彌陀佛是不問罪符的 就是我們眾生所做過的好事跟不好的事 阿彌陀佛通通不會過問 不問罪符時多少 不問就是不看 不管 不理 我們的罪業煩惱再多 做的好事 功德再少 甚至一點都沒有 阿彌陀佛都不會過問 看都不看的那一種 那阿彌陀佛看什麼呢? 阿彌陀佛就只有看念佛而已 我們只要每天有念佛 那什麼都沒有問題了 阿彌陀佛就來護念我們了 有些人可能就說 怎麼會這樣不問罪符的呢? 那我就想到說 這個不問罪符就好像舊人一樣 好像世界各地常常發生災難 那救生人員 看到有需要的人 馬上就開始急救了 是不是? 像這次世界性的大疫情 很多人感染到病毒 呼吸困難 送到醫院 那各位 那些醫生救人的時候 他會不會問那些病人的來歷的啊? 會不會說 你是讀到博士畢業的啊? 那你這種就要趕快救 趕快救! 然後看到另外一位 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 之前也沒有做過什麼好事的 然後就說 算了 這個就不救了 你就在那裡慢慢等到病死也是你的事 誰叫你以前沒有做好事? 誰叫你以前沒有讀過書? 各位啊 醫護人員會不會這樣子來問病人的來歷的啊? 如果會的話 就慘了 這個不是醫護人員 那是遇到恐怖分子啦 因為恐怖分子才會看身份條件的 恐怖分子 你看 他就往往就是找有錢人綁架 要拿到錢 才會放人 就是要講條件 談條件的 但是救人的話 怎麼會這樣子計較呢? 救人是看到有人就救了 沒有條件的 所以 為什麼阿彌陀佛不問罪府? 就是因為阿彌陀佛是來救人的 當阿彌陀佛聽到哪個人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好像是救生人員聽到人家喊救命一樣 那當然 馬上就救了 哪裡還會看我們是罪業多 還是做的好事少呢? 阿彌陀佛 他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 他不是恐怖分子來跟你交換贖金的 這個不要搞錯了 所以善吾大師就說 不問罪府多少時劫酒禁 也說 念彌陀 彌陀願力皆平等 但使回心花自憤 阿彌陀佛就是這樣子冤情平等的 就算有一位曾經傷害過佛法最深的罪業眾生 只要還有念佛 阿彌陀佛還會把他當作自己最愛的人在照顧 這是正道圓滿的大聖人 阿彌陀佛才有的境界 就不管是什麼樣的眾生的念佛 阿彌陀佛馬上就拿著蓮花來迎接他了 就是念彌陀 彌陀願力皆平等 但使回心花自憤 各位 拿著花來迎接 通常是V.I.B.很重要的人物 才會有的事情啊 是不是? 我們看 每次那些總統出國下飛機的時候 人家都是拿著花來迎接他的 但是現在 是佛中之王阿彌陀佛 自己拿著花來迎接我們這些凡夫念佛人 從來只有看到眾生給佛善花的 但是就沒有看過是倒過來的 佛給眾生迎接還帶花的 就是除了阿彌陀佛這一尊佛而已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還很怕拿著花來迎接他 這個就糊塗了 各位要知道 得到阿彌陀佛 親自拿著花來迎接 那是多高的榮譽啊 各位 你想想看 你有沒有看過 哪個國家總統 總理是拿著花來等人的 都沒有的 那如果說有一天 這總統拿著花等人的時候 那這個人肯定是了不起的了 他應該是做出很大的貢獻 所以總統就是拿著獎盃等著要頒獎給他了 但是阿彌陀佛 我們看 阿彌陀佛不用我們做什麼貢獻 甚至我們什麼貢獻都沒有做 甚至阿彌陀佛都完全不在意我們過去的罪業是什麼 不問罪符的 只要我們現在張開嘴巴念這句 南無阿彌陀佛 那阿彌陀佛就拿著蓮花親自到我們的眼前 來迎接我們 釋迦牟尼佛擔心我們還不相信 這麼簡單容易的念佛 所以每一尊佛現在都跑出來給我們證明了 各位 你們想想看 為什麼《阿彌陀經》這部經要一直不斷地重複說 每一尊佛要勸我們相信呢? 其實就是因為念佛本身太容易殊勝了 容易殊勝到太難以置信 所以才要釋放佛陀這樣出來勸我們的 釋迦牟尼佛 一尊佛講了以後還不夠 還要每一尊佛都排隊出來講 如果一件事情很普通 當然就不用勸這麼多次了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是很不可思議的 所以才要勸 而且要佛出來勸 而且要無量無邊的諸佛都一起出來勸 是不是? 我講一個比喻 各位 如果現在有一個名牌手機 它寫上3000美金 請問這個事情會不會有人懷疑? 肯定不會懷疑的 為什麼? 因為高級手機3000美金是正常的 根本不會有人懷疑 但是 如果說這個名牌手機在發表會上就說 最新款的手機是免費送給大家的 FREE 這幾個字大大寫在螢幕上 那我們講這個就太難以置信了 是不是? 各位 如果最新的高級手機寫著是免費的 請問你敢不敢要? 都不敢啦 因為會有懷疑嘛 有時候人就是這麼奇怪的 會收錢很貴的 他會相信 但是不要錢免費的 反而會懷疑 大概生活當中就是沒有中過獎 難免要懷疑一下 用在佛法 其實也差不多 今天如果這個佛法 這個法門 它是很難的 那一般人是不怎麼會懷疑的 這金剛經 心經 這些很難的 哇 大家聽了都會點頭 是啊 本來就是要這麼難的 那講到念佛也好 但是講到念佛 是你要念到沒有妄想的 沒有煩惱的 是要心清淨的 你是要不睡覺60天念佛的 你是要90天種種念佛的 那這樣難的法門 其實就不會有人懷疑的 但如果說 講到阿彌陀佛是無條件的救度 就上爾大師說的 就今天講的這個念佛法門 是不管誰念 不管你念到怎麼樣 不問罪符 不問時間長短 連這個五濁二世 五逆十二 最後才念一生十生的佛號都可以得度 那這樣簡單說聲 就太令人懷疑了 所以上爾大師就說 所有的佛陀都要出來給我們證實 不只一次 而且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跟我們確定 你看 十方無量無邊的諸佛 就是擔心我們不相信念佛是這麼簡單殊勝的 所以就不惜一切的代價 不惜囉嗦 重複幾十次 幾百次 無數次給我們確定 阿彌陀經說的 所有東南西北上下的橫河沙等佛都出來證實了 橫河是當時印度最大的河之一 橫河沙就是河裡面的沙 各位 河裡面的沙有多少呢? 你算得出來 我就說你厲害了 所以橫河沙簡直就是說無量無邊了 是無量無邊的佛陀都出來證實念佛 真的可以100%度到我們這些罪業反覆 本來當然釋迦牟尼佛介紹過後就可以了 畢竟經過佛講的就是真理了 但是這個念佛法門的事實太驚人了 就算它是真理 但是它跟其他法門完全不一樣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完了以後 十方諸佛都要一尊一尊輪流出來給我們證明 好 按剛才所講的 免費受高級手機的事實就很驚人 福建話講的 哪有這麼豪康的 所以就要找這個大人物來證實一下 最好是國家總理首相給我們確定 那一個國家總理還不夠 所以各個國家的領袖全部都出來說明證明了 這樣我們普通人聽了 肯定安心了 是不是? 各位 當所有世界領袖都給我們證明了 那請問我們還會不會懷疑呢? 一般就不會了 因為這肯定是事實 是不假的 那各位 現在念佛的簡單殊勝 是十方橫河殺樹數不清的佛出來證明了 這是大人物當中的大人物 佛經裡面場面最浩大的儀式 法界全部的佛都請出來了 就是在這部《阿彌陀經》才可以看得到的 其他佛經根本是看不到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請問我們還要懷疑什麼呢? 像陰光大師說過的 現在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說念佛不行 說念佛沒有效 說念佛不能往生極樂世界 甚至聽別人說 你看那個人 念佛一輩子都沒有往生 聽到這樣種種說法 講念佛沒有效的話 都不會動搖我們的信心 為什麼? 因為十方諸佛 都給我們證實證明的了 陰光大師就說的 何必要問他人之效驗? 縱舉世之人皆無效驗 亦不生一念一心 以佛主成言可評估 若問他人效驗 便是信佛言未及 而以人言為定 便是偷心 便不濟世 因烈漢子斷不自捨佛言而取信人言 自己忠心無主 專欲以效驗人言為前途導師 可不挨哉 我們現在 有些人就是很奇怪的 因為他什麼話都聽 連鬼的話也聽 但是他就是不聽佛的話 像之前 還聽到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佛說念佛可以消掉八十一節的罪 但是我看到那個附體的說沒有這麼簡單的 還要這樣修 那樣修才可以 我們看這個人 他可以拿鬼的話來懷疑佛的話 還有些人還拿孔子 老子的話 甚至其他宗教 耶穌 基督 伊斯蘭教的話 甚至科學家怎麼講的話 他都要參考 但是 就是不可能直接聽佛的 願意聽附體的 願意聽科學家的 就是不願意聽佛的 佛在《阿彌陀經》裡面說 《阿彌陀經》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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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能夠消掉五逆十二八十一節的罪 聽了這麼多尊佛都這麼講了 結果還懷疑 還認為說 哪有這麼簡單的 但是 當聽到哪個附體的講一兩句話就說 是咯 是咯 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才对啊 哪里说可以单单念佛的 所以有时候 我会开玩笑的说 跟一只猪就不要讲人话了 因为猪是听不懂人话的 有一句话说 物以类居 人以群分 什么样的人就会跟同样的人在一起 喜欢跟猪在一起的人 通常也是一只猪 喜欢听鬼讲话的人 肯定也是鬼 相信佛说的人 喜欢跟佛在一起的人 他迟早肯定也是佛 所以佛在《观无量寿经》就说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 是人类当中的佛 反而 不相信阿弥陀佛的人 佛在《无量寿经》就讲 佛就说 阿弥陀佛的人往往都是从三恶道过来的 所以 他什么鬼话都听 但是就是不听阿弥陀佛的 不听十方诸佛的话 这些人就是等着诸佛慢慢给他们加持开窍了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给他们满满的念佛祝福 他们不信 我们也不用生气 也不用在意 就好像 诸听不懂人话的时候 难道说我们要跟诸吵架吗? 当然就不会的嘛 所以 对不信念佛的人 就是不管 不听 不理 念佛祝福他们就好 不过 奇怪的是 为什么佛的话不听 反而会去听普通人讲的话呢? 各位 佛的舌头是广长舌相 所谓的广长舌 就是佛的舌头伸出来 是可以把整个头给盖住的 我们也不要觉得说 这是怪物 因为这是圣人的像 它是很特别的 佛说 现在 如果说有一个人 他前几世都没有讲过 骗话 那他的舌头一伸出来 是可以把鼻子给盖起来的 所以 各位 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 自己是不是一个大化精 你舌头伸出来了 你就知道了 不过 我们不用试 也是知道答案的 因为我们一般人的舌头是摸不到 动不到这个鼻子的 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大化精 你看 像一般人讲话 明明这个人长得不是很好看 他还要靓仔 靓蕾 就是帅哥美女的在叫 像这种言不辅实的话 人都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呢 但是佛就不是 佛是深深世世不妄语的 是圆满的不妄语 自然他就是广长舌相 所以 佛陀舌头伸出来 是可以包住整个头的 所以 《阿弥陀经》就说 《广长舌说诚实言》 最诚实的话就是佛讲的 而且十方诸佛都在讲同样的话 各位 如果今天只有50%的佛讲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50%讲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东西 那我们还有怀疑的空间 还可以考虑你要站在哪一边 但是 现在不是吗? 现在是十方所有的佛都是同身 同气 给我们证明念佛功德利益 是绝对可以度到我们凡夫的 是不问罪服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找不到值得怀疑的地方了 像我以前读法律的时候就知道 你看 世间的法律案件 它都是可以上述的 就是普通法庭可以上述到高级法庭 高级法庭再上述到最高法院 你不满意的话 你就是一直往上面上述就对了 因为可能存在不一样的答案 但是 念佛的简单殊胜 你根本没有得上述啊 因为每一尊佛都讲一样的答案 你看 都是儒的众生 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守护念 东方佛讲得很肯定 西方佛也讲得一样 还有南方 北方 上方 下方 明义尊佛 全部都讲一样 都是劝我们信受 念佛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 都是儒的众生 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以一切诸佛守护念 那请问 我们还要去那里上述呢? 法律讲的没有疑点啊 已经定案了 英文说的已经close foul了 就是没有再翻案了 没有得翻案了 念佛的简单殊胜 它就是一个不真的事实真相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信受接受念佛而已 要辩论都没有辩论的空间啊 我来读一遍善导主持的解释 六方等佛书舌定为凡夫作证 罪灭得生 若不依此证得生者 六方诸佛书舌一出口以后 终不还入口 自然坏烂 善导大师就说 现在一切诸佛都已经给凡夫念佛做出证明 念佛决定能够让凡夫能灭罪 决定能够得生净土 这个已经被证明的事实就是真理 所以如果说还有哪个罪业深中的凡夫念佛 不能灭罪的话 或者哪个烦恼凡夫念佛不能得生净土 那佛的舌头就要烂掉了 所以基本上 十方诸佛都给我们发誓赌命了 十方诸佛就是把自己的命给赌上去了 因为我们凡夫念佛不能决定成就 那佛的舌头就要烂掉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有哪个不愿意信受念佛 我们讲真的是对不起十方诸佛的苦心了 其实我们想想看 世间人讲的话有哪个人敢以自己的话赌命的 就算有的 也是虚假的 世间人讲的发誓发愿 其实都没有一个真实的 我们看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的愿望其实都是一直在改变 是不是? 小时候发愿 人生就是要吃很多糖果 读书的时候又发愿 人生就是要拿成绩好 拿100分 工作的时候又发愿 人生就是要赚钱 老的时候又发愿 人生就是要身体健康 连佛弟子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一开始说 发大心 要出家 讲到自己好像很有心的样子 那过没多久 看起来都是脆心了 我们看 人的话是没有很真实的 因为真实的话是不会变的 西方人结婚的时候还在他们神的面前发誓的 但是美国人的离婚率竟然都是50% 就是两对有一对 迟早会离婚的 还有佛弟子有些整天发愿说要众生无边 誓冤度 但是平常都把钱放在银行都拿不出来 那这样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众生无边 誓冤度了 尤其一轮回 过去发誓过的 几乎全部的都忘光光了 就普通人讲的话 他是很不可靠的 没有真实性好说 结果 还有人去相信普通人的 反而 伟大佛陀给我们赌命说 诚实言证明念佛殊胜的 他还会怀疑 那讲得世俗一点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是不是头脑都烧坏了? 要不然 你怎么会听普通人的 不听佛的呢? 所以 《阿弥陀经》这么长 诸佛 证神的经文有没有需要呢? 是非常有需要的 因为这么多尊的佛 一直重复 还有人怀疑 那如果说没有这样子重复的话 那不是怀疑更多了吗? 我们看 十方诸佛这么努力劝 劝了十节了 还有今天我们这一班人在相信 那如果说 没有十方诸佛出来这么讲的话 我们念佛法门 我看 迟早就关门大吉了 所以这段经文 它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认识的时候 还会误解说 哇 这一段真啰嗦 但是现在认识清楚了 那我们真的是很感动的 十方诸佛 竟然一尊一尊主动给我们加持 就我们众生怀疑的污垢太多了 头脑装得太多粪便了 福建话讲的国土塞 所以 十方诸佛就出来给我们洗脑 给洗干净 就是劝我们的信授 其他法门说 我们要去请佛注释的 但是念佛法门 在《无量寿经》讲是不请之勇 就是十方诸佛 他是自己主动出来护制我们对念佛的善根的 我们今天不用去求佛 反而十方诸佛 他一早就主动来护念我们念佛的善根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 我们活在娑婆世界 常常都会被人家的嫌弃 但是进入念佛法门以后 竟然 十方诸佛都在欢迎我们 这可以说 比得到诺贝尔奖更加光荣了 因为诺贝尔奖最多是这个地球 几十亿人的认可而已 但是念佛是得到十方恒河沙 无量诸佛的肯定 所以每次想到这里 我们都会感到 哇 脸上真的有光 走起路来的好像很威风了 因为我们念佛人是十方诸佛肯定的人 英文讲的 recognized by 十方诸佛 各位 所以 我们在世间 什么成就 都不会比我们念佛的成就大 讲伐喜 这个是最伐喜的了 就算在世间我们遇到什么不顺 很伤心 那也就算了 因为看到这一段 十方诸佛证明 我们就伐喜充满了 所以十方诸佛的认可 哪里还会不够 我们千万不要倒转 不要说还嫌弃十方诸佛的认可 然后想要得到世间阿狗阿猫的认证 这个人我们讲就可怜了 就十方诸佛证明念佛殊胜 他还嫌弃 就说 哎呀 怎么只有念佛而已 心不堪 情不厌地念的 反而看到当一个广学多闻 可以得到人的掌声的 就羡慕到要死 那我们讲这个真的是颠倒了 尤其今天 这个简单说声的念佛法门 它是最高无上的真理 所以我们不要妄想说 可以得到世间所有人的认可的 因为刚才说的 诸始终是听不懂人话的 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连释迦摩尼佛都做不到 更不用说是我们 你看 当初在印度 当佛陀宣扬真理佛法的时候 跟他们印度人千年以来的传统就很不一样 那佛当时也是受到那些印度人的排挤的 就说 一个真理被发现的时候 尤其跟各传统很不一样 它一定会有反弹的 就好像一条路已经走了很久了 突然有人告诉他说 你走了这么久是错的 那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当然 善根身后的人知道自己走错 他马上会回头 但是 有些人就是爱面子啊 他爱面子 不要真相 不要解脱的人 肯定死都不会回头了 我们今天讲的念佛法门就是这样 因为 净土宗 弥陀化身善导大师一脉的著作 他们所写的书 在历史上 因为中国战乱曾经消失1000多年 那在这个1000多年当中 佛教的后人都不知道原来的净土宗是怎么样的 所以 后来的人就只靠自己的领悟力去解释 所以 在关于净土的书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禅宗的诗像 有时候又看到有天台宗的诗像 有时又有密宗的 什么都有 好像杂杂的 因为原来净土宗的著作消失了 自然其他人会把其他宗派的解释 带进来讲这个念佛 这样就把本来简单殊胜的念佛 就变得很难 变得很复杂 那直到100年前 阴光大师那个时代交通开始发达了 所以就发现到 上吼大师净土宗一系列的著作 在当时战乱之前 就有人把他送到外国 这样自然就可以再从外国再带回来 所以净土宗的传承没有真的完全消失掉 加上后来我们科技越来越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看到原来一早的净土宗 念佛就是这么简单殊胜的 不用讲什么功夫条件的 就念佛就能靠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绝对能够往生西方成佛 这还是经过十方无量无边诸佛认证的 但是 就像刚才所讲的 这样的真理跟传统1000多年以来就很不一样 我们今天听了这堂课 或者是说今天如果是第一次听到的人 肯定会发现 跟过去听到会有不同 跟外面一般讲的会有不一样 那普通人可能面子又太重 所以肯定会有人不接受 像现在的人 甚至我还听到有人说 连不穿海星的念佛都不能接受 他还真的以为说 穿了海星就变成一尊佛了呢 各位 你穿了海星就可以变成佛了吗? 那不会的吗? 甚至我们今天把头发给剃光 你跟佛穿一样的袈裟 甚至把头发装成一粒一粒类似佛的头发 我们也不会变成佛的 更不用说只穿海星啦 那不穿海星念佛就不行 请问是什么道理呢? 所以真的 就像佛陀出现在印度的时候 被那些印度人反对的情况 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 都不要紧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 阿弥陀经说的 我们念佛人是有十方诸佛认可的 上奥大师就说过 不要说现在全世界的人不相信 现在就算全法界的菩萨出来反对 都不会动摇我们对阿弥陀佛无条件救度的信心 因为 这是十方诸佛给我们正成的真理 是一个肯定的事实 各位 我们来算一个数学题 这个地球有80亿的人口 法界有横河沙的诸佛 那80亿的人口反对 但是全法界 无量无边的佛 来赞成念佛 证实念佛 那请问你要听谁的啊? 佛的吗?是不是? 哇 你们终于听懂了 我们可以下课了 我今天也没有白讲了 是啊 80亿人口比起无量无边的佛 我们讲连伊丽莎都不如啊 所以我也常常说 我们念佛人 是要去看支持我们的佛 而不是去看反对我们的人 今天我们念佛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有些人反对 结果 有些念佛人还感到很难过 他说 好伤心哦 他反对我们专念佛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但是各位 比起恒河沙的佛支持我们 这个反对的声音 只是0.0000001%而已啊 我们为这么少反对的声音而伤心 也不为支持我们100%无量的十方诸佛欢喜 那请问你有没有搞错呢?是不是? 所以遇到反对的人 我们笑笑念佛就好 真的 我们讲 不要跟一般人见识 我们就是当十方无量无边诸佛认证的念佛人 当这个念佛的人中风陀利花比较好 不要再当那个不念佛的笨蛋了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